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薰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薰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心静能造竹事火 第671集 我是维治 经文 如来以离三界火宅 吉兰贤居安储陵也 经文只有短短16个字 可是有深刻的意涵 我们来看一下 如来就是佛 佛陀已经离开了三界火宅 我们知道三界火宅 众苦充满烦恼赤胜 里面的众生都为火之所烧煮 因为各种的苦 生老病死 悠悲苦恼 还有贪火撑火 很多的火 这些众生都为火之所烧煮 那如来呢 他已经离开三界火宅 他的境界是什么 他来到什么 吉兰贤居安储陵也 这是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你看吉兰可能就是很安静 很田安 淡薄的一个状态 可是其实就是通晋级清晨 这是很高的境界 那贤居看起来很悠闲 没事做 闲闲的 其实上人就从这个贤居 就是无事 从没事 这里有事就麻烦了 没事比较好 他从这里开示 待会讲很妙的 安储陵也 他很安稳 身心都清安自在 他处在陵也 陵也就是我们人所喜欢 很向往很舒服的地方 那其实如来在哪里 如来住在哪里 如来住在长极光土 这一段话其实已经要讲 如来的长极光土的境界 所以他有很深刻的经文的意涵在里面 我们来看上人怎么开示 这一段经文 你光是看 你就觉得 很赞 很妙 很深 有点深奥 那我就看了很多遍 就想说上人的意思是什么了 后来看懂了 我们看一下 原来这就在讲如来 刚不是说如来已离三界火宅吗 那所以这就是在讲如来的意思 那另外这一段话也在讲大法 因为他这个极然贤居 安储陵也 有没有 就是他已经离开三界火宅 所以上人在教我们 怎么样离开三界火宅的一个大法 那这也是一个真谛 也是一个真谛 你看一时大圣 有没有真谛中道 真谛就是真实的道理 这也是一个道理 你看真谛中道有个道 那字里不会有个道理 上人说这些斗力 真实法就是道理 那这也是一圣 一圣就是什么 就是一佛圣 这个菩萨道 走这个菩萨道成佛的 这一圣的大法 一个真实大法 所以今天这个经文 蛮重要的 我们要好好用心 来入心入行 如来成真如道 而来说婆 从因来果 而成正觉 侧见火难将起 故云如来已离三界火宅 如来是佛的十号 如来应控正片之明行出 善事是间解 无上是 条一张不天人是佛 是尊 对不对 如来成真奴道 而来说婆 真奴 奴就是真奴 人人都有个真奴本性 那来呢 来说婆 那佛陀他因为 他成佛了 他当然误得真奴本性 可是他觉得 只有我误得真奴本性不够 我要 说婆世界 人人都能够误得真奴本性 所以他的愿 来说婆 度化众生 那从因来果 而成正觉 我们学佛都知道 因果 因缘果报 因缘观 因缘果报很重要 那有种什么因 就得什么果 上来后来开示了 这个佛陀跟提伯达多的 一个故事 来贯穿 这个经文 你有因 就会得什么果 那如来 已经他走过了 这一段的过程 他已经成正觉了 就成无上正能正觉 那因为他 已经到了一个 无上正能正觉 佛的境界 所以他可以 侧见火烂将起 他不会为火之手 烧主 故于如来 以三界火灾 我记得 我在词经的时候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就是火宅里面的 朱子 这些孩子 竟然不知 何者为火 何者为色 我读到这段经文 我就很纳闷 想说火 为什么会不知道 什么是火 火摸了就很烫 上人上一集有讲 那这个 色黄子 怎么会不知道 但是真的有人不知道 迷惘了众生 他真的不知道 什么贪火 有没有 贪称吃慢 仪他还是很重 贪欲 贪钱 贪财 贪名 贪色 贪力 还有这些 称火 赤圣 等等 为火之所烧 所以如来他已经走过这个历程 他成正觉 所以他才知道说 什么是火 什么是色 要走到哪里去 走到长吉光 尽土去等等 所以他可以当我们的导师 带领我们 那这段文 因为比较深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很深的 那上人就用最浅显的方式 要让我们懂 虽然用这样 可是因为今天法很多 一开始我就看 看这个竹字考 看了很多遍 后来就懂了 为什么上人这样开始 上人一开始 他用最简单的辟语 他用人跟人之间 比如说打招呼 看到人问他 你最近好吗 最近好不好 对不对 打个招呼 他一定说 还不错了 还好 有事吗 没事 无事 无事 上人就在开示这个无事 我那时候想说 为什么要开示这个无事 原来无事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吉兰贤居安储林也 就是无事 那是一个平安日在 寂静的境界 多美妙 多赞 因为跟你讲长期光图 你肯定听不懂 那你就跟你讲没事 没来没去 没什么事 没事 无事是很好的境界 可是大部分人都有事 有事就是什么 你就被火 被火烧到 就有事 你被烧到了 被火烧到 为什么 你有烦恼的火 撑火 一天到晚生气骂人 跟人家冲突 或是跟人家过不去 人家误会你 你又咬住人家 就不放 或是烦恼 包袱 包一大堆 就不放 等等 或造作很多恶业 比如乱投资 亏了钱 然后又点点点 又倒人家钱 或是其他的等等 造了很多业 这都是有事 所以有事就麻烦了 有事 但有事要怎么样变没事 要用法水来消除 就六个字而已 如果简单来讲 就是用法水 三个字 那法水哪里来 法水就是道理 刚刚讲到前面那段道理 那就斗力 道理是谁留下来的 佛陀 佛陀他已经怒命了 可是他法身在 他的法身就是道理 就是化为这些法水 这些法水就会去感化众生 就会洗涤众生的烦恼无名 哇 多赞啊 上人说 这就是大圣法 听到这里 就哇 真的是 真的是很棒 就说 然后但是他还说 我人说 那怎么这么简单 对啊 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啊 可是第一个你要知道 第二个你要路心 第三个你要去做路行 第四个你要行道 不知不觉 就行道路八十天中 所以他说 不知觉中 安稳自在 就是说 不知觉中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 比如考试好了 你还要去翻书 才找到答案 那就还没有到这个境界 对不对 还要去Google 才知道答案 今天答案就在你心中 上一期不是讲那个陀螺离 你已经答案都入新了 这些法都入新了 随时可以用 这样就安稳自在 真正的安稳自在 那 再来他教我们说 戒定慧法 这个戒定慧很重要 你从戒开始 戒可以防灰子恶 因为在三界火宅里面 你有戒就可以防灰子恶 就可以不为火之所烧煮 这很重要 上次不讲 它很像防火衣 很像疫苗 那戒定慧 什么是戒 上文说防灰子恶就是戒 定呢 专心一致 你既然知道这个一圣大法这么好 方向就是这样 那你就专心一致 这就是定 专注就是定 专心就是定 那慧呢 走对的路 路 走好丢 走对的路 就是慧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很喜欢 我就留最重要的四个字 上文说 人最担心的就是偏差跟错误 偏知好理 差知千里 道理看起来就是如此简单 这才是人生的大道理 就在讲刚刚那一段 真地就是真理 中道呢 就是不止空也不止有 就是真空妙有 我们保持戒定慧 向中道实行 才是真智慧者 所以你看戒定慧多重要 你戒定慧就让我们保持 不偏离航道 不偏离正道的一个 很重要的法 这样才是真的智慧者 吉兰贤区 安楚灵也 吉兰田安处 虚莫无为 罪是清安自在 正由吉兰贤区 能见五着诸子 吉兰贤区 安楚灵也 我刚开始就字面 简单稍微解释过了 可是你看 他的境界是什么 他其实已经到了 虚莫无为的境界 你知道吉兰 我刚才讲 晋吉清晨 虚莫 至全虚莫 那无为 你知道无为法 就是真实法 到无为 就是主人 就是自然 人人本去的佛性 跟道理都在无为里面 就在无为 无为法 这是最清安自在的 正由吉兰贤区 能见五着诸子 五着呢 杰着 见着 烦恼着 众生着 命着 所以何者为火 何者为色 那该往哪里走 因为佛陀有这样的境界 所以他都很清楚 所以接下来 上人就举了 佛陀在挪叶城 跟阿难出去脱拨 那后来走走走走 本来要往某一条巷子走 后来 发现提伯达多在那里 那就换了一条路去走 然后这个 阿难就觉得很纳闷 这个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就要提伯达多离开 或者是等等 不就好了吗 那你是佛陀 为什么要让他 等等 他有些疑惑 那这个 阿难也说 这个提伯达多在身团里面 都捞乱身团 这样点点点 故事我就不详细讲 上人讲得很好 你要用心听 用心看 那我讲重点 讲法的重点 佛陀说 这是因缘 你看因缘法出来了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那阿难说 难道没办法 点点点 那佛陀说 这种因缘 过去生 跟他所结的缘 恶因恶缘 同样这个恶因缘 也会共聚会合 也会给杜丢 如现在的人生 善的人就归入善法 恶因缘就归入恶法 那如果 你在做善 可以继续 有善 善因善缘 那你造恶 也会有恶因恶缘 那阿难就问说 那既然如此 恶人就永远恶了 那你不是说 能够 本具的佛性吗 佛陀说 是的 能能本具佛性 有的人过去生中 多接受佛法 跟法水 受法水洗涤 深深四世 沐浴在清流中 所以无名烦恼 清 到这里 很重要 刚刚我不是画一个 有事 无事吗 右边是法水 有事的人要靠什么 靠法水 来洗涤他的烦恼无名 所以这一句话 就来印证 刚刚那个例子 那个架构 所以 所以这个因缘会合 我这回再来人间 这是佛陀 他再来人间 就是有这份的缘 他们能坚立在僧团中 坚立在道场中 坚定道心听佛法 等等 这个是佛陀对阿难说的 他说 善恶本来就要分道 要看因缘 如何的善因 影响这个恶因 当然要 我们要用我们的善因 去影响恶因 让恶因慢慢变薄 让善缘不断地增长 这是很高的智慧 这就是要看 我们如何将善法 普及在人间 你人间有更多的善法 那这个机会就大了 那过去的因缘很难转变 所以你过去的 就不要去改变它 但现在要保握 他说 现在因缘要赶快 让它成熟 因为众生 我们是 如果你现在走菩萨道 菩萨就是要成熟众生 什么叫成熟众生 就是你要开道铺路 把路开好 把它铺平铺好 带大家来走 让他来走走走走 走得安稳 走到成佛 这就是成熟众生 所以必定要 见尽设法 来帮助他 来度他 这个 阿兰又问了 说 那为什么这个提波达多 他这么不好 还是有人会跟随他 那佛陀就讲了 他说提波达多 他就是偏道 偏了一点 因为偏 之前有讲过五历史 五历史就是 身见边见斜见 见起见 借近起见 所以他就是 身见边见斜见 这样的偏见 他虽然了解道理 但是他从了解道理中 在什么 他偏差了一点点 所以偏差一点点 表面上可能 百分之九十或多少 看起来是真实的 有道理 所以有人会跟随他 可是他最后 偏偏偏偏的很远 就不好了 所以佛陀提醒阿兰说 我们若走在中间 不止空不止有 我们就能用正法 来路人心 所以接下来 上人就在讲第二句 自理不二 无量一斤 无量一斤 上人就很喜欢 这两句 甚深 所以今天很多法 也都是很深 可是上人也都尽量 把它讲得很浅 或是平常教我们 让我们懂 他说传师大传师 运载轻生度生死合 对不对 自念盘案 苦记八矣 富为说法 这我们都熟能详 朗朗上口 那这个我最喜欢的 就这一段话 平常常常讲 说帮助人 要帮他一段时间以后 比如说救助金 最好能够停掉 因为让他独立 自力更生 那我们还要 不是只有这样就好了 比如他自力更生 是独善其身 我们还要带他出来 做环保 做好事 最好还让他见习培训 换他也能当救人的人 度度度 一定要度到他 变成救人的人 就是菩萨 他说这就是菩萨道 那这道理哪里来 这无量一经的道理 苦记八矣 富为说法 这就是菩萨道 再来上人就讲 那个心灵三会 灵三会我们也很熟 那心灵三会 同归一圣 那什么叫心灵三会 上人说 人人的心 这个真如本性的心 大家会合 会到哪里 会到一圣法 这就是心灵三会 我听了就很感动 他说人人心中都有道场 佛在灵三莫远求 灵三只在鲁心头 人人有个灵三塔 好像灵三塔下修 这大家 这几年也都慢慢很熟了 所以每个人的灵三会 如果大家都归到同一圣 多棒啊 就像上人说 就像他在金色 在金师堂 说法 全省也好 苏州也好 现在全世界也好 有些连线的点 都可以听到 这个就是心灵三会 同归一圣 我看到这个也很兴奋 本来今天内容就比较多 那本来要删掉 可是我觉得 不要删掉 留着留着 心灵三会同归一圣 哇 多美妙的境界 上人提醒我们说 学佛要透彻这个道理 人间时间要把握 法要入心来 佛离方便同居土 时居长吉光土 故曰吉兰贤居 出生死海 入大涅槃 常乐我尽 故曰安楚临也 那这个 这里有出现一些 专有名词 方便同居土 还有常吉光土 还有大涅槃 常乐我尽等等 简单看一下 这个仕土 有很多版本 那这个 天台智者大师 所立的这仕土 很多人用 凡圣同居土 这个 这个六道众生在里面 可是这些身为人觉 凡圣也会同居 你看佛陀也会 到架时行来到这边 等等 不管在凡圣同居土 方便远于土 来度众生等等 那他的心 佛陀的心是在 长吉光土 所以他不会 为佛所烧煮 不会有懒煮的 这是很重要的 那因为他 他为什么 有这个境界呢 因为他已经到法身了 法身有四德 常乐我尽 法身注意 这都是佛陀的法身 法身 其体什么 常住 不会变 不会迁 那乐呢 法身 永离众苦 所以已经 涅槃即净的大乐 我呢 他已经法身 自在无碍 离 有我 无我 这种恶望的执着 他已经是一个大我了 静呢 法身 离构无懒 战然清静 佛有 颂言 向王居旷野 放畅心无忧 智者处三灵 逍遥即净乐 我解释一下 逍遥即净乐 比较简单解释 今天整个法里面出现 无事 没有事 主连 无障来 没有障碍 极然清静 这些无为 真理 你看他都是相同的 其实就是禁极清晨 虚谋无为 这样的境界 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是道理 这是真谛 就是真实法 佛处法身地 集而长照 能见三界诸子火难 所以你看这个法身 是不是出来了 你有法身 所以你才能够 集而长照 所以就能看见三界诸子火难 那这个法身 你可以去看无量一经 无量一经 德恨品 第一 它就有十二个非 在讲佛陀的法身 我念一下 其身非有 亦非无 非阴 非言 非自他 非方 非言 非短 长 非出 非末 非生命 非照 非起 非为坐 非坐 非卧 非行住 非动 非转 非前进 非进 非退 非安危 非四 非非 非得失 非比 非此 非去来 非青 非黄 非赤白 非红 非子 种种色 戒定 慧解 知见生 山明六通 道品发 持悲 实力 无畏起 众生 善业 应言出 这个 十二个非 全部在讲什么 讲佛陀的法身 你可以去看 《无量一经》 也可以去看 续品 《静思法随 妙的法》 续品 1185页 因为最近刚好导读完这个 就印象很深刻 这个就是佛陀法身的境界 在续品里面 上来还引 顿悟路道药门 何者 是 何事 见佛 真生 答 不见 有无 即是 见佛 真生 这个顿悟路道药门 就是大诸慧海 禅师写的 他引用很多《无量一经》的话 来解释 那不见有无 即是 见佛真生 所以你要内观 要往内心看 你要离外向 不要觉得 被外向所牵引 就是说右引去了 看到这个有啊 无啊 就会计较比较等等 不见有无 即是 见佛真生 就是刚才那十二个非 非坐 非卧 非行住等等 详细的你去看 上人的开示 上人说 这是佛陀向大家说了 刚刚这个法身的境界 这样极境的境界 在哪里 在心中 因为佛处法身地 这个法身 对不对 法身就是 就是法 那 其实这里这一段重点 上人就转到说 我们接受了佛的教法 以后 我们要信受奉行 因为你要一段 一段的传下去 你要去做 传下去 法才不会断掉 法身还会继续在 法要收入心 不断地将法 再传下去 传的时候 记住 不要偏差 要正确 记住 人能弘法 非法弘忍 所以接受佛法 接受了正确 把它传下去 佛法才能 长存一世 这个法身 才会永远地在 所以我们就要 依教奉行 这一段话 重要的是 你要正确地传法 先依教奉行 先录法 然后受法 依教奉行 传下去 所以 佛陀因为有这个境界 能见三界 诸子火难 因为他的心地 很极静 很清楚 能看到人世间 心地烦恼 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他都很清楚 然后 所以 也要让人人 都能够离开 心灵三界的火宅 就要用法 用什么法 用上人 今天交往的这个法 记得 一时大圣 真谛中道 治理不恶 无量益金 无上证觉 任机而通 心灵三会 同归一圣 我们要用感恩的心 好好接受这些教法 行入法中 这样就不辜负 上人的这个 尊尊教会 上人一直要我们 实时多用心 也祝福大家 真的都能够 心灵三会 同归一圣 文法入心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敬师庙联法 祝福大家 福会双修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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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